农历新年就要到了面对春节连续假期 新北市淡水区新兴里的里长 为了让居民出入社区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非常的放心 避免这个新冠疫情病毒的入侵 所以特别在一大早开始进行消毒工作 里长说虽然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消毒工作 但是为了防堵疫情特别增加两次 就是希望让新兴里更安全 农历新年就要到了 而面对春节连续假期新北市淡水区新兴里长 为了要让居民进出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都可以安心 避免病毒入侵 也特别在日前一大早开始进行消毒工作 里长说虽然每年都会有定期的消毒工作 但是为了防堵疫情特别增加了两次 就是为了希望让新兴里更加安全 是109年开始我们新冠肺炎延烧 那我们新兴里就自己自费消毒两次 那我们为淡水清洁队也帮我们做消毒两次 所以我们新兴里总共一年有四次 那会选择在过年前来做消毒的话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 在过年前能够让我们的住户能够安心 能够住的安全 里长表示新冠病毒让社区居民相当担心 而这一次除了消毒有一般的出虫消毒喷洒之外 更多加了杀死病菌的项目 并且也会在社区大楼官委会的同意之下 进到地下室停车场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作业 对此事议员陈伟杰也到现场来关心 并且对于里长的用心表示肯定 新兴里武警权里长特别选在过年期间 然后找了这个消毒公司来做一个全理的大消毒 那除了可以防止我们的登革热之外 当然也对我们肺炎的这个 也可以做一个全理的消毒控制 那也希望我们新兴里的好朋友们 在过年期间都可以安心的在我们里内活动 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武警权里长 里长说这一次有两种消毒方式 一种是除虫 而另外一种则是针对特别药剂 病毒细菌所进行的消毒 让新兴里的环境卫生有里长来帮大家把关 而这一次新兴里的消毒 不只是消灭病毒 也会消除登革热的病霉纹 让这两项项目同时进行 对于防疫工作也相当积极 里长也希望藉由社区消毒动作 可以让居民放心的在公共空间当中活动 免除病毒入侵的困扰 记者许端一带学载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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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